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电子在先进制成竞赛中正迎头赶上 其关键的2奈米晶片技术聚报取得积极进展 经历近年多计亏损,代工业务一度被视为包袱后 三星今年陆续拿下特斯拉、苹果、任天堂与IBM等大客户订单 报道指出,这些成果显示三星在2奈米市产阶段的良率表现优于预期 也让业界解读为三星代工事业已逐步摆脱长期低潮 韩国总统的首席政策顾问金永范Tim Yangbyang 近日主持召开半导体产业会议 与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主要晶片与设备企业高层 共同检视国内外产业现况 据悉,三星电子装置解决方案 DS事业部技术长宋宰赫、桑杰亚尔克 在会中表达强力信心 表示2奈米制成的量产 将成为三星重返晶圆代工领导地位的关键 并暗示了争夺全球代工市场头把交椅的意愿 报道指出,这场高层会议聚焦南韩半导体企业 如何应对台湾晶圆代工巨头台积电的主导地位 宋宰赫指出,随着人工智慧 AI投资热潮,推动晶片需求进入西一轮容景 2奈米制成将成为决定未来 AI晶片市场领导权的关键战场 它并说明三星在先进制成上的整体蓝图 显示公司对技术进展与量产时程充满信心 知情人士透露 三星正全力冲刺2奈米制成量产 内部设定良率目标约7成左右 预计可于年底或明年初达标 以吸引更多大型客户下单 尽管距离正式量产仍有距离 但多家主要客户在测试阶段的评价普遍正面 这一进展被视为三星扭转级代工业务困境的关键一步 作为该技术的首个应用 其Exynos 2600晶片的早期内部测试结果显示出强大效能 此番动态也获得了同业的关注 SK海力士公司总裁宋玄忠 Song Haiunzong认为 该技术将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显示出其对整个韩国半导体产业的潜在影响 其也向政府提出建议 希望透过税负减免与资金补助等措施 支援半导体人才与技术发展 以强化南韩整体竞争力 三星今年将把2奈米制程导入下一代行动应用处理器 Exynos 2600 该晶片预定搭载于Galaxy旗舰手机 据称Exynos 2600 的神经处理单元 NPU效能显著提升 内部测试数据显示 AI运算速度明显优于竞争对手 不过最终量产成效仍待观察 在过去数年 三星的晶片代工业务市场份额远落后于台积电 若此次技术突破 能成功转化为大规模高粮率的生产 将显著增强三星在尖端晶片制造领域的竞争力 对投资者和整个半导体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 业绩认为 年底起的2奈米订单大战 将是三星追赶台积电的重要转折点 除了行动晶片 三星也积极承接AI晶片制造 以为日本AI公司PFN生产AI加速器晶片 并与超微TenseTorrent等客户展开合作洽谈 TenseTorrent由知名晶片架构师Jim Keller领导 正评估下一代AI晶片的代工合作对象 据传三星与台积电均列入候选名单 另据媒体援引一位不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 随着2奈米晶片的全面量产临近 三星将其年底良率目标从50%提升至70% 这一显著上调 被市场解读为 三星在岸计划顺利实现其公益良率和晶片效能目标 该人士表示 三星高管在总统办公室会议上的表态 可以被理解为公司正平稳地达成其既定的 2奈米工艺良率和效能指标 在最近的一次讨论半导体行业问题的会议上 三星高管的乐观表态尤为引人注目 据Chosen报道 三星总裁Song Jaehaek对公司的2奈米GA工艺进展 给出了大量积极评价 同时Song Haim Jong也谈到了行业面临的挑战 包括追赶台积电 特定技术难题 以及人力资源问题 他补充说 企业需要巨大的政府支持来应对这些挑战 报道还称Song Jaehaek在会议上暗示 希望凭借2奈米GA节点夺取全球晶片代工市场的领先地位 这番表态的背景是 三星的代工业务在过去几年中表现不佳 使得台积电得以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 如今的进展 似乎预示着三星的命运可能出现转机 三星在2奈米技术上的布局并非孤立的举措 而是其清晰技术路线图的一部分 据悉 2奈米GAA晶圆的量产已于9月下旬开始 该技术首先被用于即将推出的Exynos 2600晶片 此外 三星已经完成了第二代2奈米GAA工艺的基础设计 其第三代实现方案即SFRP Plus 预计将在两年内完成开发 在此背景之下 据韩国媒体New Daily引述业内人士报道称 三星晶圆代工部门近日已经向高通公司提供了 基于三星2奈米制程制造的骁龙8 EliteGen5晶片组的样品 这标志着两家公司有望恢复晶圆代工领域的合作 业内分析师预测 三星的晶圆代工技术在效能和良率方面正趋于稳定 这将增加高通追加订单的可能性 报道称 与现有的3奈米工艺相比 三星的2奈米工艺具有更高的电晶体密度和更高的功率效率 虽然良率问题一直困扰着三星 但是三星正在通过Exynos 2600的试产来快速稳定2奈米工艺的良率 三星最近向高通提供的样品也被认为是在满足内部质量标准后进行的 然而在提供样品并最终签订代工合同之前 三星必须通过高通的数个评估阶段 高通会耗时数月 对包括功率效率、效能、发热量、良率和可靠性等各项因素进行细致验证 并在此基础上进入试产阶段 这一过程通常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 除了简单的技术实力外 评估还会全面评估良率稳定性 进度响应能力以及长期供货能力 初始样品的质量越高 最终获得合同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星和高通过去关系密切 但4年前的2021年 双方的合作关系破裂 当时采用三星4奈米工艺生产的第一代骁龙8处理器 出现了过热和良率问题 当时由于三星未能确保稳定的质量 高通从第一代笑容8plus开始 将晶片生产全面转移到了台积电 随后高通的处理器一直叫由台积电独家代工 双方的合作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综合媒体消息 台积电计划在2纳米晶片制程上涨价 可能将导致其一些大客户 诸如高通等转向三星电子的先进芯片代工 虽然之前曾传闻高通第四代笑容8处理器 将可能采用双供应商策略 有可能会有基于三星第二代3奈米制程的版本 但随着第四代笑容8处理器的发表 这种可能也随即被打消 但是从三星已经向高通提供2奈米晶片样品消息来看 三星可能将再次以二级代工合作伙伴的身份 负责高通新一代骁龙处理器的部分生产 总体来看 三星电子在先进制程竞赛中取得积极进展 即将2奈米GAA工艺的年底良率目标 从50%上调至70% 三星总裁在会议中对该技术进展表示强烈信心 并暗示争夺全球代工市场头把交易的意愿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